尼布楚条约背后的秘密 尼布楚条约是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签订的第一份边境条约 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 这份被人津津乐道的平等条约 背后却掩藏着大清帝国的秘密 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 沙俄一共向大清派遣了八次外交使团 协商边境和贸易的问题 但大清朝廷却一直想把沙俄纳入藩属国 纳入朝贡体系 顺治皇帝给沙俄使团的国书里边就写了 说你们诚心向话 前使进贡 希望你们永孝中顺 以赴恩宠 虽然让沙俄当大清的藩属国 是大清朝廷的一厢情愿 但这个做法还是一直被延续 康熙皇帝对待沙俄的使臣 依然要求对方按照藩属朝共的礼节跪拜 尼不处条约签订之前 沙俄一方就提出 必须严格遵循国际法签署条约 但这大清朝廷又哪里知道国际法是个什么东西 好在大清的翻译法国传教士张成 还有一个葡萄牙传教士徐日生 这两个人懂国际法 大清朝廷面对近在咫尺的沙俄大国 在礼节上也做出了很多妥协和让步 终于是扬觉遵循了国际法 签署了尼不楚条约 暂时放弃藩属和朝共的体系 在大清朝廷看来 这是极不光彩的权宜之计 今天受很多人追捧的尼不楚条约 在当时可算是丢尽了大清帝国的面子 以至于官方材料很少有记载签约的谈判过程 这么丢脸的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